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3带有两个研究 包括20移动平均线 R2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 三条支持线分别带有两个匹配 S1带有价格通道指数下线 S2带有不灵带下 以及S3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 英镑美元有所下跌 目前位于R1 1.6500以下 S1 1.6380以上 R2带有三个匹配 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上线和50移动平均线的确认 R1与R3分别得到两个确认 R1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 R3带有不灵带上 S1得到四个确认 其中包括20移动平均线 S2带有三个匹配 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下线和不灵带下的确认 S3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与两个匹配的确认 美元日元近期看涨 目前位于R1 110.00与S1 109.00之间 较高的两条阻力线分别得到两个确认 R1带有一条重要心理水平线 R3带有下一条心理水平线 S2带有九个匹配 包括是移动平均线 S1位于价格通道指数上线 与不灵带上附近带有五个确认 S3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与五个研究的支持 本报告的最后一组是美元瑞朗 位于R1 0.9380与S1 0.9340之间 R1带有六个阻力确认 R2带有三个匹配 其中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上线 R3带有一条心理水平线与两个匹配 S1找到16个研究支持 其中包括是移动平均线 S3带有三个研究 包括价格通道指数下线和不灵带下 S2可以看到两个确认 包括20日移动平均线 这就是周五的支持与阻力水平报告 周一将为您带来更多关键价格水平概述 再见